同学们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Pagoda HSK的汉语老师,我叫江欣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小窍门呢 就是在写作的内容当中经常出现错误的 还有,嗯,还有同学们觉得 哦,到底哪里出现错误了 我背的时候就是gurigo的意思 嗯,那么今天老师就告诉大家 到底哪里错了 首先在错误的文章 很多同学,智能手机不仅能听音乐 不仅怎么怎么样 还有gurigo能发短信 是不是这样的 同学们是不是喜欢写还有呢 那么其实到底出现了什么样错误呢 同学们一直背词 背词的话,肯定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错误 比如说,在这里面gurigo 但是后面这个有这个字 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 有是什么意思啊 有是一大 嗯,有是一大 뭐가 있어요 后面肯定会有名词出现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在想着说 我家附近不仅有健身房 还, 그리고どうも 있어요 超市一大 那么我们想的不是gurigo 而是gurigo 某某都一大 那么从现在开始 如果写还有的话 有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名词才可以 不是一个文章 那么在这里面 还才是真正的gurigo 虽然很小小的一个错误 但是会引发什么呀 扣分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一定要小心 还有呢 很容易出现错误 所以呢也要 把他从今天开始 在我们的写作内容当中 删掉 再也不要出现 还有 如果想写gurigo的时候 同学们还是写 还比较好一点 那么就能正确的书写内容了 那么看一下上面的内容 我们怎么样去正确书写呢 智能手机 不仅能听音乐 还没有油 还能发短信 这样正确书写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想写还有的朋友 一定要小心 后面呢 不能写文章 而是加一个名词 因为是gurigo 某某都一大 这样的意思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朋友是谁呢 就是还有 如果觉得分不清楚 那就不要写了 好不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再见